生活常常在最出乎我们意料的时候 考验我们的决心 它经常给我们带来挑战 把我们逼到边缘 让我们质疑自己的目的 方向和自我价值 在这些充满不确定和困惑的时刻 有一个声音 一个轻轻的耳语 一个温柔的提醒 告诉我们继续前进 你是否曾经在一个黑暗和风雨交加的夜晚之后 看过日出 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穿透黑暗 带来了新的一天 新的开始的承诺 生活我的朋友们 正是这样 每场风暴后 都有一个日出的承诺 每一个你面对的障碍 每一个你遇到的挫折 都只是黎明前的夜晚 而见证那美丽的日出的秘诀 很简单 继续前进 纵观历史 每一个取得伟大成就的人 每一个领导革命的先驱 每一个改变我们看待世界方式的艺术家 都有一个共同点 坚韧不拔 世界对他们并不友善 它连续不断地给他们带来挑战 但他们继续前进 为什么 因为他们相信梦想的潜力 还记得托马斯·艾迪生吗 他曾说过 生命中的许多失败者 是那些在放弃时没有意识到 离成功有多近的人 在他发明灯泡之前 他失败了数千次 但他继续前进 为什么 因为他相信自己梦想的潜力 但是让我们暂停一下 为什么有些人在面对逆境时会继续前进 而其他人却会停下来呢 是纯粹的意志力吗 还是更深层次 更本质的东西 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我们是被我们的信念和价值观所驱动的 这些是我们在生活中的导航工具 当我们的信仰坚定 当我们的价值观与我们的目标相一致时 我们找到了坚持下去的力量 继续前进 不管旅程有多么艰难 在追求中 我们必须记住 继续前进 并不意味着盲目的推进 而不进行反思或调整 这意味着要有勇气承认自己走错了方向 有智慧重新规划自己的路线 这意味着要对反馈持开放态度 从错误中学习 不断进化 成功之路并不是一条直线 它是一系列的曲折起伏 但每一步 每一次跌倒 你都更接近你的目标 我想和你们分享一个小故事 一个年轻人 曾经走到一个智慧的老和尚那里 眼中充满绝望 我尝试了又尝试 但我不能前进 他哀叹道 和尚没说话 只是递给他一块煤 年轻人困惑地 看着那块煤 又看了看和尚 和尚只是说 压力和时间 多年后 那个年轻人明白了和尚的智慧 在巨大的压力和时间作用下 煤可以转变为钻石 在生活的压力下 我们也可以变得更强大 更加炉火纯青 所以当世界的重负似乎太沉重 当攀登似乎太陡峭 当夜晚似乎太黑暗时 记住从煤中涌现出来的钻石 然后继续前进 最后 我想给你们留下一个想法 在我们继续前进的追求中 不要忘记支持和鼓舞彼此 让我们为那些在黑暗中迷失的人 成为希望的灯塔 为那些跌倒的人伸出援手 为那些充满怀疑的人低声鼓励 团结一致 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 任性不仅仅是个人特质 还是集体力量 一个继续前进 不仅仅是个人成长的口号 而是社区进步的号角 总之拥抱你的旅程 及其所有的考验和困境 珍惜每一个挫折作为一次教训 每一个挑战作为一个机会 保持你的信念 明确你的目的 不管发生什么 都要继续前进